路晨先前听说过 乌里讲过泰晤城的历史 于是便问道 乌前辈 你此前让我去泰晤古都 说明有火种存在 此时宗老前辈也知道 为什么他当初不去泰晤找火种 而是费尽千辛万苦的 跑去找没有头绪的红砂火种 乌里边走边说道 你有所不知 泰晤城的秘密只有在神魔大战之前的 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知道 我不妨告诉你 其实那里是火源大尊的遗骸所在 火源大尊 路晨微惊地看着乌里 乌里笑道 泰晤城在神魔大战之前 绝对是九城之首 随后混沌之门中的大战 掉了一座法阵 不想将泰晤城毁于一旦 此后我们逃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大尊高手随之逃出 不过在很久以后 我和小宗才知道 火源大尊死在了泰晤遗址里面 泰晤城自法阵被毁之后 天地元气混乱不堪 无法吸收炼花 自此那里的人分散到神界八城去了 而且泰晤城的法阵虽然已被毁了 但余威还在 那可是天圣布下的法阵 修为越高 受到影响越大 一般来说 神王境界以下的人 才不敢去泰晤城找晦气呢 说着说着 乌鲤笑了起来 摇摇手说 小宗是因为害怕 才退而求其次 去找红沙火种 你当他是傻子呀 哦 原来是这样 陆尘恍然大悟 心中骚痒难耐道 哎 吴前辈 你这么说 我有点等不及了 要不是答应了 曹南神王过府一叙 现在我已经在路上了 乌鲤欣然道 你这小子 老娘给你介绍一个大人物认识 可是对你有好处的 不感谢老娘 还要怪我是怎的 哪敢 陆尘委屈的甘笑了两声 这时 人流中飞快走来一青年才干 此人生得俊俏潇洒 笑意迎人 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 尽管没见过此人 陆尘还是能够从他的长相上 猜到其身份 青年走上前来 看了两人一眼 玄机大喜 上前失礼道 敢问两名是否是 乌前辈和陆兄 你是曹凡 乌鲤略思问道 青年攻身一笑 说 回前辈 小子曹凡 奉赋命前来迎接二位 前往城主府 两位 爷爷正在书房静候 请随我来 前向府邸 堪逼仙境 这是陆尘走进城主府的第一感受 门廊若见 土石铁机 都在标榜着前向城主府的大气 一入府门 清新的元气带着后唇无比的混沌精髓扑面而来 好似让人畅扬在充满了混沌精髓的大海中 不受约束地吸收这份前向城浓郁独有的天地元气 陆尘做了几个深呼吸的动作 感觉到五内一阵清爽 连体内躁动的元气都被抚平了许久 心中不由暗自发誓 以后我一定也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作府邸 跟着曹帆绕过回廊和前殿花园等处 终于来到了后院一处独楼独居的宅院子里 前向府的格局跟普罗大众的仙境庙洞相差很多 府内除了这处独立的宅院以外 都是用廊桥和花园分隔开来的 假山为界 每一房的住所都相距极远 而且院中除了前殿之后 就只有曹聚住所的这处独楼了 其余都是平房 到了院门前 两个彪悍的壮汉 虎目炯炯 如始如电 修为精湛 饶是陆尘见到 也颇为惊讶 一看就知道 平日里想从这两位的眼皮子底下 不经通报的进入院子 是多难的事了 不过两人没有拦住陆尘和屋里 简直是二人如无物 目不斜视的看着前方 曹凡冲着两人点了下头 把他们带进了院子 哎 两位稍等 在下这就通禀爷爷 曹凡的修为已经到了中卫天神境界了 比陆尘还要高上一筹 可是现在表现的仍旧像一个下人似的卑微 并且 他的脸上根本没有半点不满的迹象 一切都像是理所应当似的 往前走了两步 敞开的书房门 现出前向神王曹聚魁梧的影子 哈哈哈哈 乌大姐登门造访 曹聚有失远迎 还望勿怪啊 曹聚刚结束了密会 有些俯士急需淘南派人去往泰晤城处理 说声有失远迎并不奇怪 若非如此 陆尘恐怕要收到神界霸王之一的曹聚出门迎接了 不必客气了 乌黎还是那般不嫌不淡的表情 就算曹聚的身份高到这等地步 也入不得他的法眼 带着陆尘 乌黎迈入大门 曹聚起身的同时 眼神在陆尘的身上不经意的扫了一下 先前已经听过曹南回报过陆尘曾经的身份 此刻亲眼所见 曹聚也是颇为疑惑 这小子究竟是怎么认识的乌黎呢 关键还这般要好 竟然能够让乌黎听他话 当真匪夷所思呀 曹聚想着 倒是没有说出来 笑脸相迎的不出桌后 把两人让到了座椅上 啊 乌大姐啊 多年未见 在乌残河过得还好吧 乌黎把脸一崩 冷声冷气道 哼 好 当然好 没事的时候 还有辅主大人派去的人 帮着本王打发时间 哪能不好呢 义有所指的说着 屋里拿起了早就奉好的香茶 在唇边吹了一吹 喝了一口 曹聚一脸尴尬的笑了笑 定位解释 全集转向陆辰说道 这位相比就是陆小友了 陆辰不同屋里 见到此等大人物自然要做到面面俱到 站起身来 陆辰做出一个深功的动作 诚然有理的回道 小子陆辰见过神王大人 哈哈哈哈 不必客气 小友曾经在本城驻军气部问直 我们也算是半个熟人 昔日气部许阳国 骑上满下 一圈谋私 小友想必也吃过不少苦头啊 老朽玉下无能 真是惭愧啊 虚头巴脑的说着 到时让陆辰忍不住赞叹 曹聚的能屈能伸 同时他也明白 要不是屋里坐在这里 曹聚哪会跟自己这般客气 于是陆辰回道 神王大人客气了 小子能有福分成为前向城的一份子 是小子的造化 只可惜天一弄人 到头来还是无法继续留在前向城啊 陆辰把过错交给了天一 算是给足了曹聚面子 曹聚听着不由连连点头 按赞陆辰为人处事的圆华 他笑道 小子若是想回前向城 老朽随时欢迎 但就怕乌大姐不许啊 打了个哈哈 曹聚看了乌黎一眼 乌黎则是带搭不理的 似乎听都没有听进去 曹聚尴尬一笑 说 小友啊 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走 老朽与乌大姐多年未见 尚需屏住夜谈啊 不如我让曹帆带着小友 在城中逛一圈吧 陆辰也懒得坐在旁边 听二人说话 此刻听到曹聚 让自己出去逛逛 甚为欢喜 尤其是陪同的人 还是曹南的儿子 又是一个知道轻重的人物 他当然会同意了 反正这次跟曹聚算是认识了 以后虽然不能说 在前向城里横着走 但办什么事都要方便太多了 目的已经达到 留与不留差别不大 多方面考虑一下 陆辰拱手道 如此甚好 那小子就不打扰两位前辈去救了 曹聚皆是无理 也是为了给前向城多求一个避住 有些话自然要在背着人的时候说 他真怕陆辰不同事事的赖在这里不走 见陆辰如此上道 曹聚更加欢喜 冲着门外喊道 凡儿 你进来 曹凡一路小跑的跑了进来 曹聚说道 凡儿啊 你带着陆辰小友到城里转一转 你们的年纪相仿 以后要多多接触 陆小友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算在城主府的身上 曹凡早就知道了陆辰的身份 那日听说之后便有些震惊 曹凡整个人气质一变轻松了许多 陆辰好像结识了知音 不再拘谨 当然可以啊 我告诉你 赤岭现在已经有很多赤顶彭皇了 真的 曹凡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说道 陆兄啊 我早就听说过 寿星炼破树当初是龙渊的 你深得信任才会学到手 不过最后你是怎么将三头鹏驯服的呀 龙像府在乌残河吃了亏的事 早就在前巷城内传得沸沸扬扬了 时隔多年仍然被人津津乐道 曹凡深受其父教诲 即便当年得知此事 后来也没敢再去赤岭和乌残河打探 时间一长 非但没有让他忘记 反而让他越来越有兴趣 直至不久前 曹南说过 他一直想见的奇人要来前巷城 着实兴奋了一阵 别看他今天表现的中规中矩 其实早就按捺不住了 不过话问了出来 曹凡才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尴尬了一下 赔罪道 对不起啊 陆兄别见怪 就当我没说 陆沉自然不会把三头鹏的秘密说出去 于是笑道 曹兄如果喜欢 改天我送你一只赤顶鹏黄啊 曹凡可是在龙渊的嘴里听说过赤顶鹏黄可以传承血脉达到神王境的地步 文言顿时大喜马上是陆沉如至交好友过命的兄弟嚷嚷着要和陆沉一罪方休 于是两位同龄人勾肩搭搁地就成为了兄弟 只不过两人都没有发现 在他们离开大街走向闹市区之后 旁边一处阁楼上透出两道不屑的寒芒 父亲 那人就是陆陈 楼宇上 曹卓站在窗边 神情中浮动嗤之以鼻的表情 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家伙 竟然忘乎所以 难得曹凡这个笨蛋还跟这种人打交道 真是给钱相府丢人啊 桌边 曹梦低头 戏品相名 不嫌不淡的说道 这就是你和曹凡的差距啊 川儿啊 你要记得 你是曹家的长孙 日后是钱相成主 神界八王之一 不要学曹凡 什么人都结交 曹卓回到桌边坐下 说道 父亲放心 川儿知道怎么做啊 这次太武之行一定建立功绩 给爷爷看 让他知道曹家不仅只有曹凡 还有我曹卓 曹卓说着 狠狠地把面前的酒一口干掉 曹猛赞 曹猛赞许道 嗯 这就对了 你比曹凡的修为高 不过 轮到心性可差了一些 此次太武之行 记住不要凡事都揽在身上 让曹凡去做 你小心观察 如此一来 一旦出事 也是曹凡的过错 与你无关 另外 万一得到宝物 也不要告诉任何人 回来独自领功 才能让你爷爷对你刮目相看啊 这个当然 不过父亲 长鸡府主那边 难道没有别的消息 曹猛黑黑一笑 说 怎么可能 长鸡可是我们的人 说着 曹猛挥手在房间中布下禁止 方才郑重其事地说道 说二 你三叔说的没错 太武城出现的东西的确与火源大尊有关 不过 并非是混沌灵宝 那 是什么 曹猛顿了一顿 一字一句地说道 记住 你这次的任务是去找火源大尊的遗骸 攻火闻 陆成和乌黎在前巷城逗留的时间不长 仅仅一天 他虽然不知道乌黎和曹聚谈了些什么 但跟曹凡结下了良好的友谊 曹凡带着陆成在前巷城好生地参观了一番 又在所有的铺子里挑选了十几种礼物 一并送给了他 让陆成此行祸意匪浅 临别之计 陆成郑重邀请曹凡到赤岭一叙 禁仅地主之仪 不过 曹凡说三日过后还有要事要办 于是陆成便没有强求 回到了赤岭 陆成第一时间让陆鼎和周云灵送去了两只赤鼎鹏黄 一只给了龙渊 另一只自然而然地送给了曹凡当作回礼 这两只鹏黄可是陆成随后一百二十年里发现的第四 第五只达到了中卫天神境界的赤鼎鹏黄 其贵重之处 让龙渊和曹凡叹为官职 回到了赤岭之后的陆成准备一切 将逐鹿灭封山仪式交给陆鼎陆胜两位兄弟 带着宗藩和左青汉 火速赶往太悟城 虽然这次是修炼之行 不见得有多危险 但是 太悟城的绝地还是让乌黎心中有些小小的担心 于是宗藩便成为此行的护驾之人 矮矮的白云深处 陆成 左青汉 宗藩欲云而驰 宗藩站在最前面 为陆成挡下钢锋 保驾护航 而陆成和左青汉则是坐在云上修炼 汉儿 你再吃下这枚灵果就能达到上位神人的境界了 到了太悟城 不用你帮忙 我自己进城就可以 陆成叮嘱着说道 左青汉深吸了口气 说 那怎么行 我一定要跟夫君进去 夫君别忘记了 汉儿以前在神界待过 陆成拗不过他 叹道 唉 那好吧 不过有什么事你一定要听我的 我什么时候都听你的呀 左青汉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到得此时 已经飞了三天三夜了 宗藩一直站在前面没动 陆成忍不住站了起来 问道 宗前辈 还有多远啊 太悟城在神界的最中心 距此地倒是不太远 再有十天时间差不多就到了 他回过头 刚刚听到两人说话 宗藩小心地提醒道 太悟城虽然人烟稀少 但也不是没有 以前的太悟城是神界的都城 即使毁了 也有很多宝物遗落在那里 自从神魔大战之后 也有人返回到了太悟 试图在地下或者一些其他地方绝金挖宝 尽管人不多 但能在太悟城活下来的 无疑不是精明强悍之辈 而且都是亡命之徒 你们两个小心一点 没事的时候千万不要与人交谈 任何人都不行 因为在太悟城 哪怕你说一句话 都会无缘无故地招来杀神 他在太悟 princip 感谢观看